我们讲完了摩西五经 我们今天开始讲历史书 摩西五经是旧约圣经的根基 他清楚地告诉我们世界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是因何犯罪的 神怎样拣选了一个民族 成为他启示真理的管道 这是他的主权 是他的拣选 也是他的带领 也是他的启示 在创世纪里 神和亚伯拉罕立约 在出埃及纪里 神开始实施这个约 他颁布了十戒 这是他们的道统 在立威纪里 神和整个以色列民主立约 颁布律法 这是他们的法统 在民宿纪里 神带领以色列人 在旷野赚了四十年 吃玛纳 练习按照神的旨意去做事 这是在构建他们的传统 当道统 法统 传统都建立起来以后 在生命纪里 在摩押平原上 神让摩西向以色列的下一代人 把这一切向以色列人启示的内容 都传存给他们的下一代 这是教育 并且他再一次和新以色列人 坚定了这个约 在旷野大学上了四十年的课以后 以色列人到底学的怎么样呢 那是罗子是马 要拉出来溜溜 那接下去呢 就是以色列这个圣约民族的信仰历史 既然我们的神 是在历史中展开他的救赎启示 我们就必须对历史要有一个概念 历史之所以能够展开 它的载体是时间 它的主体是人 也就是说有理性的人 必须对时间有概念 你才能够构成我们的历史观 我们前面已经讲了封闭系统的概念 我们的世界是一个封闭的系统 智能守恒方程 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现存的世界就是一切了 不会再多出来 也不会再少下去 从此呢 人对时间的一切解读 都是在时间的理念 这就比较诡异了 在封闭的系统里面的人 是无法了解时间的 因为创世纪的第一句话告诉我们 时间是世界的边界 所以一切人间的宗教 它都是在时间里面产生的 所以宗教它本身不可能解释时间 就更加不可能解释历史 解释历史的只有神自己 在两约之间 神向以色列人沉默的四百年里面 也就是后来的人所说的轴心时代 在那个时间段 人的思想哲学达到了顶峰 无论是希腊中国或者是印度 他们的哲学思想都非常的丰富 但是他们对时间的观念 都没有办法脱离封闭的系统 一直到圣经启示下来的时候 也就是说我们道成肉身的神 在人间显现的时候 这一切才发生了改变 我们以前说过 时间是永生的派生物 我们对永生有向往 所以对时间有感觉 那我们怎么样感觉时间呢 答案就是历史 历史是时间的表现形式 时间比空间更加抽象 因为在空间里面 我们看见的是物质存在的形体 但是在时间里 我们可以看见物质的运动 而人的运动就是人的历史 人和神之间的关系 是在时间里面展开的 这个就是历史 人和神之间的关系 人和人之间的张力 在时间中被圣灵记录 这个就是圣经启示给我们的历史 所以历史有几大要素 首先是神 没有神 历史没有意义 每一个人他都有自己个体的角度 同一件事情 敌对双方的历史记录 是完全不一样的 一个人的历史 对另外一个陌生人来说 他也没有意义 历史如果要有意义 他必须要有神 必须要有一个永恒的 不变的视角来解读他 其次历史需要有人 如果我们的记录里面没有人 那就不是历史 那是考古 历史的真实性 必须通过人的行为来体现 我们讲过 人对时间的概念 是通过光的周期性变化产生的 所以他们对时间的概念 第一印象就是周而复始 人心里又有神放在里面的永生 所以人就把这两个概念 就是把周而复始的概念 和人类的生命过程结合起来 人就非常容易产生轮回的想法 什么六道轮回 就把这个世界当成是一场循环 这个不仅仅是东方这么想 其实西方更是这么想 西方的毕达格拉斯 他就赞成人的生命是轮回的 所以一定要继续的不断修身养性 过圣洁的生活 刻出自己的欲望 去达到最清净无为的地步 大家熟不熟悉 这种论调啊 这种思想后来影响到两个很大的哲学家 就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 后来呢 在慢慢的向东传地 影响到后来的印度 最后他以佛教的形式影响了东方 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 苏格拉底是怎么死的 你如果不知道 你网上去Google一下 特别有意思 他的死 说实话 真的不太严肃啊 不过呢 他之所以对死这么轻率 就是因为他有错误的轮回观 一个人如果没有永恒观的话呢 他对生死 就没有把握 他就会特别怕死 但是如果他的永恒观发生错误的时候呢 他对生死就没有非常严肃的责任感 苏格拉底就是后面这一种啊 这种现象一直要到基督的到来才结束 基督给我们的历史观 带来了一个全新的革命性的观念 就是历史是一条直线 而这条线的起点是基督 终点也是基督 所以耶稣基督说 我是Alpha 我是Omega 我是起初的 我是末了的 在希伯来书里面说的更加明确了 他说神记在古时 记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小于列主 就在这末世 借着他而至小于我们 看到没有 古时和末世 历史就这样被拉直了 然后他接下去说 又立他为纯受万有的 也曾记着他创造住世界 中间这个过程呢 中间是他用全能的命令 拖住万有 由此可见 他解释的更加仔细 说基督是创造因 他是存在因 他也是终结因 整个历史是直线的 是连击的 是向前走的 是不会回头的 我们只是在历史中间的这一个点 那如何去认识 这位超越历史的主呢 所以我们需要启示 需要圣灵 这就是圣经要告诉我们 基督教是有历史的宗教 从创世到现在 上帝要求他的子民 记住他对子民的公义 圣洁和信实 历史是上帝带人的方式的记录 基督徒的历史观 是从圣经对人 对人的本性 还有对命运的理解开始的 在宇宙被造之处 历史有特殊的开始 而在基督再来的时候 他会有一个特别的终点 神向我们启示他的公义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历史观 从此上帝的标准 独立于所有人之外 这是人类客观的标准 真理是客观的标准 这个在当时是一个颠覆性的概念 基督教的历史观就是用神的标准 来裁判人类或者国家的行为 所以我们在评价一个历史学家的一些著作 或者结论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考虑这个历史学家的世界观 和他所处的时代 同样的历史 你可以有不同的历史观 归根到底 这是我们的价值观在做判断 在圣经里面 上帝建立了三个机构 一个是家庭 一个是公民政府 还有是教会 圣经的历史书部分 也主要是按照这三个方面展开的 从家庭的历史中 带出亚伯拉罕的后裔 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 从公民社会的角度 告诉我们世上一切的政权的短暂性 最后他告诉我们 只有圣约共同体教会 才有永恒的意义 在圣经里面 历史书一共有12卷 从以色列建国时期 一直记录到他们被掳外邦 在神的怜悯下 少数愚民回归故土 到这里为止 大致的时间是在建国时期和世思时期 这一段时间他们是以神为王 这是一个神制的联合政府 有点类似于建国初期的美国 但是没有坚持多久 他们就个人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 行到行不下去了 松散的联合亡国模式 根本就无法再维持 他们就像神要一个王 就进入了亡国时期 这非常像罗马的历史 罗马本来是共和国的 多民族自治联邦 但是我们知道到后来 他也不可避免地走向帝国的形态 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多民族的大国 他最后走向大一统 是他们必然的命运 只有基督教传统的欧洲是一个例外 这里面的关联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研究一下 亡国时期大约维持了有500年左右 经历了扫罗王 大卫王 所罗门王 之后就是南国北国的分裂 成为两个国家 但是最后他们都双双被掳 王朝覆灭 接下去的190年左右的时间 记录了他们被掳时期 和回归时期的一些事情 神的能力依然保守他们 江禅的灯火 他不熄灭 为的是将神的启示完全的彰显 在信约的基督里 历史书神记载下来 是为了给我们看的 神不仅记录历史 他还通过各个时期的先知 来解读历史 告诉我们神的心意 这个对后世的我们 有非常大的借鉴作用 也有警告的作用 在先知的预言中 也有无数的预表 把神的救赎计划 在历史的启示中 不断地向前推进 我们今天就来学习 圣经中的第一本历史书 约书亚记 约书亚是神选的接班人 他在圣经中第一次出现 是在出埃及之后 以色列人的第一场征战 和亚马利人 当时摩西在山上举着手祷告 亚伦和霍尔在左右扶着他的手 当时约书亚就在战场上 带领以色列人征战 第二次记载他的时候 是陪摩西上西奈山领受死戒 他在半山腰 他没上去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 他在12个探子考察加南地的时候 他是坚定的进攻派 他相信神已经将地赐给了以色列 结果他差点被百姓用石头打死 在整个旷野生活中 他很少离开会幕 所以他是一个对神 对摩西都非常忠诚的人 约书亚记就像这本书的名字一样 通过记录他的一生 来记录以色列这一段时间的历史 开头就讲他从上帝领受呼召 最后的结语是他最后一次讲道 以及他的死亡和埋葬 他是以色列的第二代领导人 摩西从上帝那里领受律法 教导百姓要遵守 约书亚是从摩西这里领受教导 带领一批已经认识律法的百姓 在今后的生活当中 要活出律法的要求 圣经里面详细记录一些关键的人物 包括后来的扫罗王 大卫王 所罗门王 他们的历史是非常重要的历史 神有很多的属灵功课 通过这些历史需要我们去学习 我们来看一下这卷书的基本信息 作者约书亚 他原来的名字叫何西阿 摩西给他改了名 约书亚的希伯来语 在希腊文相对应的名字叫做耶稣 这里就有一个预表 是耶稣带领以色列名 进入应许地 这一卷书最后的一部分是菲尼哈写的 那是在约书亚死了以后 菲尼哈作为大祭司 记录了后面的信息 菲尼哈大家应该还记得 在蛇庭事件当中 他拿枪刺穿了行淫的人 后来神应许他的后裔 做永远的祭司 他的后裔在新约时代 就是撒都该人 这段历史大概有26年时间 地点是摩押平原和迦南地 他的主题就是 以色列人凭着神的应许 征战靠主得胜 最后得着神应许的产业 整卷书可以分成四部分 就是进入迦南 征服迦南 分配迦南 最后是耶稣亚的告别 耶稣亚是基督的预表 我们知道作为启示真理 我们几乎可以从旧约的每一卷书 都看到新约里面基督的影子 耶稣亚在埃及出生 他是属于以法联子派的 摩西死的时候 他应该有85岁了 他已经不年轻了 后来为了征服应许地 他还打了七年仗 包括这七年的战争时间在内 他一共管理了以色列民族24年 他死的时候差不多110岁 我们来看看 圣约共同体的权力 是怎么样过渡的 首先是神将非常清晰的旨意 告诉摩西 摩西在把耶和华的旨意 告诉百姓 并且鼓励百姓和约书亚 你当刚强壮胆 这是权力的来源 其次摩西在百姓面前 特地对约书亚再说一遍 你当刚强壮胆 在约书亚的开篇 神又亲自的对约书亚说了一遍 要他遵行律法 鼓励他你当刚强壮胆 最后呢 以色列百姓在回应约书亚的教导的时候 百姓也对约书亚说 你当刚强壮胆 由此可见约书亚领受呼召和委派 神通过四次同样的话来印证他的拣选 这一点非常有意思 我们如何才能确定某一个旨意是来自于上帝的呢 这个方法可以参考 神的旨意 首先他不会违背圣经 我不能说我突然有灵感 觉得不用相信耶稣 我就能得救了 这个不可能是从神来的 其次 神的旨意一般是从有神的权柄的系统来的 比如说教会 比如说教会的长者 或者说是你很敬重的属灵的领导人 最后呢 最后他会有群众基础 比如说你的家庭 你的朋友 他们都支持你 这里好像全程没有记载约书亚是啥态度 因为不需要 他一直就在神的会幕中不离开的 所以他是一个敬天爱主的人 时刻在基督里 是我们领受神旨意的基本条件 你不要说我连教会都不去 我平时连礼拜都不做 突然之间 神就给我有一个很大的任务 这个可能性很低 约书亚记的主要内容呢 比较简单好读 可以总结成五个三 就三场战役 三个神迹 三个错误 三个葬礼 整卷书里呢 有三个预表 我们分头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从第二章到二十二章 这中间的部分都在描述他们如何占领上帝应许给他们的那一块地 因为那里住着其他的族群 约书亚带领他们通过三场战役 占领了迦南地 他们的策略是挺高明的 他们从约旦河穿过去 进入耶利哥平原 这是在应许地的中间地带 他们先征服了中央的部分 这样你就把整个迦南地的族群分成两半 南北两半 所以南北的两部分就很难联合起来 再来对付他们 这个就大大的削弱了对方的军力 然后他们是横扫南部 然后再横扫北部 这是一个非常高明的策略 在十二章列出约书亚打败的那二十四个王 古代的时候那个国和今天的国不是一个概念 古代的时候他一个城就是一个国 一个部落就是一个国 他都是城邦国家 所以他的实力本身就很有限 和我们今天理解的帝国君王 那不是一回事情 他更像是一个部落的首领 在整个约书亚的战争中 他一共打败了三十一个王 在这三场战争中 以色列人看到三件神迹 第一个是约旦河水分开 第二是耶利哥城的倒塌 第三是日投停在空中 这三件神迹都是有属灵意义的 神的能力分开约旦河水 保守他们的行动 耶利哥城的坍塌采用的是神的方法 而不是人的聪明和能力 最后日投停在空中 说明了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 我们先来看一看他们过约旦河 很有意思的是他们过了约旦河的那一天 天就不再降下马那了 他们第一次尝到了水果和粮食的滋味 终于可以吃到正常的食物 这个很有意思 一过约旦河上帝就不再给他们粮食 你们现在要自己找饭吃 但是上帝吃给他们的是一块流奶于蜜之地 他们现在的供应就和他们是否遵循上帝的旨意 就关联起来 吃马那的时候不是的 吃马那的时候你们干得再烂 你们再背腻 那马那是没有停过的 但是在这个时候开始选民的行为和他们得到的祝福 就有一个相关联的一个关系 他们是不是听神的话就变得很关键了 神让他们进应许地 但是眼前就是一条河水 你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呢 你说我想去 但是我没船 所以求神给我们造一些船 这个就是人的思维了 神的方案是在人的行动中展开的 人你要先行动 然后神才将水断流 神的方法比我们造个船高明多了 人实在是太有限了 完全无法了解神的方案 我们听到神的旨意 你起来行动就可以了 圣灵会带领我们 他会让我们在行动的时候 圣灵会不断地修正我们 就像保罗一样 保罗传福音他是到处走的 能去哪里他就去哪里 圣灵就在他的行动当中 阻止他往小亚去 最后带他去了马其顿 他要是在家里躺平 等着上帝的旨意 他等着等着就老了 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以后 在吉甲待了一段时间 把从约旦河取的三二块石头 立在吉甲作为标记 让后代可以纪念上帝 当年如何为他们弄干河水 这是什么 这个就是记录历史 在旧约圣经的时代当中 文字还没有普及 那你怎么纪念上帝的作为呢 他们就立石头 否则的一代人以后 就很容易忘记 他们时常被提醒 要纪念上帝为他们做的事 我们基督徒也一样 我们领受饼和悲 就是为了纪念耶稣 我们需要时常的被提醒 上帝过去为我们做了什么 否则的我们下一代 他就不会了解历史 他就会离开神 另外他们在吉甲 还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受割离 受割离是和神立约的记号 以色列人在埃及是受过割离的 但是在旷野这一代人并没有行割离 他们刚刚进入应许地 大敌当前 结果他们在打仗前先行割离 这也挺耐人寻味的 当年雅各的儿子们 就是骗事件的男丁行了割离以后 趁他们根本没有办法回抵抗的时候 就把他们给杀光了 可见行割离是一件风险挺大的事情 特别是在征战之前 这就是神告诉我们 你得先和神的关系摆正了 你才能够开始征战 否则你都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约书亚还是很谨慎的 他在打仗之前 他还是拆遣了一些探子 进去窥探 拆遣了两个 他想知道对方的士气怎么样 这两名探子在一家祭院落脚 结果就遇到了喇合 这个喇合是后来成了耶稣的祖先 耶稣作为圣子 结果他的祖先家谱里面居然有一个妓女 可见圣经真的是神写的 人是写不出这么真实的内容 喇合虽然是一个妓女 但是他对以色列的神非常可慕 他也很佩服 因为他已经听说了耶和华所施行的那些神迹 当城里的人来搜索这两个探子的时候 喇合就把他们藏起来 藏在稻草下 就保全了这两个人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很多人对这种行为是有疑惑的 这不是背叛吗 难道圣经推崇的价值观是背叛吗 他自己的回答给出了答案 他说因为我相信你们的神 他要把这块地赐给你们 所以我想站在你们这一边 可见虽然信心和忠诚都是非常好的品质 但是信心的对象更重要 你忠诚的对象更重要 否则你如果对一个黑帮头子很忠诚 你依然逃不过被抓被审判的命运 只有神才有赦免的权柄 新约圣经里面有两位作者 拿他当作信心的榜样 不是称赞拉赫的为人 他们是称赞他对神的信心 他的信心使他自己和全家的性命都得到保全 他的名字甚至还留在圣经里 成为耶稣基督的先祖 圣经真的是一本八下人类伪善的书 每一个细节都在拷问我们的常识 在开始这一场战争之前 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作为领袖 约束亚在夜间去亲自绕着耶利哥城走一走 考察一下地形 方便制定战争方案 这个后来尼西米也这么干过 他半夜三更绕着耶鲁撒冷走走 当约束亚绕着耶利哥城走的时候 他遇到一个带刀的男人 他问那个人 你是站在哪一边的 那个人回答说 不是 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这个回答也是非常的颠覆三观 我们人本主义的视角 一切都是关于我的 你要不就是帮助我 要不就是反对我 你不可能中立的 你手里都拿着刀拦着我了 对吧 你怎么可能中立呢 但是这个人对耶稣亚说 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言下之意就是 你站在哪一边 你是站在上帝这一边呢 还是站在哪里 这里的重点 主要是在提醒耶稣亚 他并不是耶和华军队的最高统帅 如果你站在上帝这一边 那上帝就是你的统帅 在打仗之前 这个观念先要理清 否则后面的事情你就不能理解了 既然上帝才是统帅 那么打仗的方案就要听神的 就像过约旦河的方案一样 神的方案就是出乎人的意料的 上帝吩咐他们绕城七次 每天一次完全不要出声 然后在第七天吹号角 还要大声的呐喊 有些人就给这一段记载呢 就添加了很多科学的内容啊 说当音频到了一定频率的时候 它就会产生共振现象 就可以把这个墙震塌 就好像有些尖锐的声音 能够让玻璃破裂一样啊 我们不排除这个可能 因为一切物质都是神创造的 神知道怎么样让墙倒塌啊 一点也不奇怪 不管用什么方法 归根到底还是神的能力 让他倒的 耶利哥的城墙 上面它是很宽的 它是可以建房子的 那墙倒塌了 墙上的房子也就一起倒掉了 但是只有一幢房子除外啊 那就是喇合的房子 喇合的房子就是盖在城墙上 所以上帝保住了这一段的城墙 从窗外垂下来的那颗珠红的绳子 救了他和全家人的性命 所以以色列人根本就不需要开打啊 他直接进去占领就可以了 上帝还吩咐他们把这座城里 所有的东西都消灭 包括牛羊 人不允许收取战利品 因为这一场战争是上帝自己打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神的选民所犯的错误 圣经是很诚实的啊 因为他的作者是圣灵 在圣灵的眼中没有人需要护短 因为在神面前每一个人都是侧罗敞开的 圣经说他们攻占应许地的时候犯了三个错误 第一个错误就是攻打艾成的失败 第二是和畸变人立约 第三个是他们的内部纠纷 第一个是因为坏 第二个是因为蠢 第三个是因为他们太自信 当以色列人突然发现 他们居然可以靠吼叫就能赢得胜利的时候 他们是很自信的啊 他们觉得神与他们同在 艾成的贡献应该就是唾手可得的事情 约书亚说 这一座城不需要派太多人去 应该很容易攻下来啊 可见他们是很自信的 但是事实给了他们当头的一棒 他们输得很惨 不要说老百姓啊 就连约书亚在神面前都发牢骚了啊 他要撂担子不干了 约书亚来到上帝面前说 你为什么容许这个事情发生呢 现在消息已经传出去了啊 说以色列人并不是所向无敌的 那我们就完了啊 他好像还怪上帝没有帮助他们 于是呢 神告诉他们是有人违反了神的命令 偷偷的拿了不该拿的东西 你要去查清楚啊 到底是谁偷了耶利哥城里面的东西 于是他们就聚集了12个支派 通过抽签的方式找出了雅干的家族 在处理完这个罪之后呢 他们才获得了胜利 雅干虽然是一个人犯罪啊 但是他却害惨了上帝所有的百姓 借着这一件事情 神告诉他的百姓 作为圣约共同体 他们是一个整体 互相之间负有监督和劝勉的责任 跟合一相比 圣洁更重要 神要的是在圣洁里面的合一 是合在一起圣洁 而不是合在一起犯罪 合在一起犯罪的不叫圣约共同体啊 那个叫做什么 那个叫做乌合之众啊 神在这里就借着雅干犯罪的事情 借着艾成的失败 提醒他的选民啊 神在地上所要得到的 不是一个别人的见证 而是国度整体的见证 这个国度在旧约时代是选民 在新约时代是教会 今天神的心意是要得着基督的身体 在教会中他要得着荣耀 因此没有一个肢体是可以清高 自义 独善其身的 在希伯来书里面说 总要趁着还有今日 天天彼此相劝 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 心里就刚硬了 看见没有 圣约共同体 有互相监督和帮助的责任 他们犯的第二个错误 就是上当受骗的 他们被当地的一个民族给骗了 这些人呢 听说以色列人怎么收拾当地人 他们就慌了 于是呢 他们故意穿得破破烂烂 一副很落魄的样子 还把脸弄得脏兮兮的 他们来找以色列人说 我们特地从很远的地方来 你看看我们的衣服和鞋子 我们出发的时候都是新的 现在都已经破了 我们这么远的赶过来 就是因为听到你们上帝的作为 所以我们千里迢迢 来和你们立约 其实他们就住在当地 但是因为他们装得很像 那约书亚就没有求问上帝这件事情 结果就给骗了 和他们定立了协议 神对他们的命令 是要把迦南人都消灭的 结果呢 结果他们还立了一个约 这个不是选民无能 这个是敌人太狡猾 所以选民什么事情都得先祷告 上帝是知道这一切的 但是很可惜 选民没有求问上帝 一个小小的疏忽 导致了后来这件事情 不断的被放大 后来其他的民族发现 鸡变人居然能够和以色列人立约 他们就不高兴了 他们就联盟起来攻打鸡变 那以色列和基变算是立约的盟友了 对吧 他必须要帮忙打仗的 那神就允许他们去帮助盟友 并且还向他们施行了神迹 来证实了神的同在 我们来看看神是怎么样用神迹 来兼顾这些以色列人 因为愚蠢而立下的约 他们被五个亚摩利王攻击 带头的是耶路撒冷王 他率领这五个王在亚亚轮毂 攻击以色列人 约束亚作为盟友 他有出战的责任 神亲自告诉约束亚要上去征战 并且应许与他同战 约束亚祷告神 要求太阳月亮在天上停住 大约有一天之久 这个感觉很像是看电影放慢镜头 时间停止了 但是动作还在进行 说明神不仅是守约的神 他更是时间的主人 大卫包生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 他还念了一段文章 引用了美国的科迪斯引擎公司的总裁 同时也是美国太空计划顾问 叫哈洛西尔先生写的一段记录 他们在计算日月星辰未来的位置的时候 计算机出现了爆错 结果发现过去的年代当中少了一天 和圣经里面记载的一样 约束亚时代是少了23个小时20分钟 约有一日 说明一日不到一点 另外还有40分钟是西西家王生病的时候 神答应他不会死 给他看一个照头 当时的日归向后移了10度 有些人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情 他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我们知道现在的很多大脑都已经被科学主义格式化了 所以他们是很难相信这些神迹的 但是呢 但是现代的科学家也早已证实过去历史上确实发现了这样的事 科学家们曾经三次发现太空中短少了24小时 这个叫他们十分的困惑 第一次是英国的天文学家发现的 第二次是美国的天文学家 第三次是美国太空科学家们共同发现的 除了第一次的发现者没有找到答案之外 第二次和第三次的发现者 他们都从圣经中找出了共同的答案 美国的耶鲁大学教授 叫那个Trotter 中文把它翻译成托劳德 这个博士在1890年写了一本书 叫做《约苏亚的长日》 在这一本书里他根据圣经和科学专门论证解释了这一件事情 做了一个非常奇妙的见证 所以这真的不是一个传说 许多科学家从多个角度来论证过这个事情的真实性 那个哈瑞博士呢 他还仔细算过 在犹太利4月11日的时候 太阳和月亮的位置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个角度 圣经的描述是完全正确的 当天文学的误差只能从圣经里面寻找答案的时候 那么科学的有限性 他就体现出来了 虽然他们是被骗立约的 但是被骗的约他也是约 你含着泪也要履行 立约之前你禁止调查没有做 那是选民的责任 不是上帝的责任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神是立约的神 他也看重我们的约 任何违约的行为都是不被神怨纳的 我们不能说这是不平等条约 我是被迫签的 那等我有条件了 我就可以违约 这是不对的 要说不平等 那简直没有比这个畸变之约更冤了 对不对 那完全是被骗的 但是神依然兼顾了这个约 这是纯绪正义的一部分 如果追求结果正义 那以色列人分分钟可以翻脸 但是神没有允许他们这么做 甚至后来扫罗王违背了和鸡变利的这个约 杀了他们的人 导致扫罗王自己的子孙也搭上了性命 当时鸡变人找到大卫 让他把扫罗的子孙交出来 被他们杀死 这个事情最后才算平息 所谓的不平等条约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词 你觉得不平等 那你可以不签 对吧 你既然签了 你还说他不平等 就说明什么 就说明你签约的那一刻 你就是一个骗子 你就憋着劲儿等翻盘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邪恶的词 上千年以来 天主教呢 就根据这一个事件 根据这一段的经文 结合亚历斯多德时代的那个托勒密体系 就坚持是地性说 因为神是让日头停住 这个经文说你让日头停住 不是让地球停住 那其实呢 托勒密自己他也发现在角速度上 他是不均匀的 他自己给这个计算里面添加了一个常数 来弥补他的不足 但是事实上天体运行轨道 是椭圆的 但是后来的历代基督徒科学家 他们不相信 他们觉得上帝怎么可能使用椭圆呢 因为椭圆就不完美了嘛 所以他们就认同托勒密的这个解释 结果把这个公式就搞得巨复杂 后来碰到一个很有名的天主教神父 兼医生戈白尼 对戈白尼是医生 他们呢就通而戈白尼通过调整视角 用太阳中心说就把这个运算大大的简化 椭圆的问题不是他解决的 椭圆的问题是后来开普勒 确立的椭圆学说 戈白尼那个时代是没有天文望远镜的 天文望远镜是1608年才被发明的 后来的天文望远镜是伽利略改进的 那个戈白尼他是出生在1473年的人 离望远镜还有140多年的时间 所以戈白尼的日星说 他完全是数学运算的结果 他觉得如果有更简洁的方法来描述上帝的工作 那我们就不要用很复杂的运算体系 因为上帝的至高和唯美 上帝是在日光之上的 这个是他的信心 他的天体运行论这本书印刷出来 送到他家的当天他就去世了 他自己有没有看到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他这本书出来以后并没有什么大的神学影响 大家都当成学术书籍来看 甚至当时的罗马教宗也拿来研读 还看得津津有味的 但是一直到后来宗教改革之后 到了伽利略时代 巴黎大学的一批教授 把他上升到一个神学问题 他们是为了维护亚利斯多德体系 把伽利略告到了教皇那里 这个事情就一直被后来的反天主教的无神论者 不断的放大 成为控诉教皇的一大罪状 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事实不是这样的 他们犯的第三个错误呢 就是当约旦河东的两个半支派在完成使命凯旋回归的时候犯的 他们打了七年的仗 当终于被允许回到约旦河东岸的家园的时候 他们是很激动的 在跨过约旦河的时候 他们立了一个石坛 用石头立了一个坛 见证神的作为 他们的目的是想让子孙后代纪念神的大能 他们觉得大家搁了一条大河 万一分开久了 子孙后代不知道前辈们发生的一些事情 河西的弟兄如果不认他们怎么办呢 所以他们就立了一个石坛 约旦河西安的支派看见就很生气 这是明显违背上帝诫命的事情 由此可见 这一代以色列人对摩西的诫命 他们还是很警醒的 河西的九个半支派的以色列人 他们就聚集兵力 准备去攻打那两个半支派 结果他们就解释 说你们误会了 我们住这个坛安是要提醒后代 我们是从你们那边过来的 跟你们是同一族的人 误会解释清楚呢 双方就和好了 可见人和人之间的误会是无处不在的 即使沟通很重要 凡事都要问上帝 他们把这个坛起名为政坛 是为了要证明耶和华在他们中间 结果呢 结果没几代人 他们就出状况了 我们在四世纪的时候 就看到他们内部打成一国州 从这三件事情 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民族他没有比任何一个民族优秀到哪里去 他们也贪钱 他们也很愚蠢 他们还自以为是 这明明就是普天下任何一个民族的样子 唯一的不同是他们有上帝 从这个世界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沟通困境 首先我们无法对别人进行动机揣测 因为你想的和别人真正的动机可能完全不是一回事 人的表达方式呢 他有很多样 但是人的理解方式更多样 你说的一句话 别人完全是另外的一种理解方式 这完全取决于对方的知识框架和他的经验背景 就算别人的理解完全正确 但是人的反应方式也是很不同的 当他一反应 那你又开始揣测他的动机 这就开始了一连串的动机揣测和理解困境 就开始一个新的误会循环 所以总而言之 就算有信仰的共同体里面 也会有很多理解和沟通上的困境 所以在新约的时候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 应该凭着爱心说诚实话 其他的结果我们只能交给神 约书亚纪从神学上解读 他有三个预表 约书亚是预表 耶稣基督他是救我们的元帅 是为我们征战的领袖 过约旦河亦表信徒与主同死 这个在后来的罗马书和以弗所书里面 他都有解释 摩西过红海是象征着洗礼 信徒这一次再一次的过河 象征着受圣灵的洗 摩西的洗是悔改的洗 跟随耶稣基督的洗是圣灵的洗 以色列人征服迦南 预表信徒要战胜灵魂的敌人 这是我们一生的功课 也是我们得着应许地的过程 基督徒的一生 他不是躺赢的一生 而是征战的一生 应许地有些神学家 把它解读成我们在天上的永恒的应许 但是也有一些神学家表示反对 因为在永恒里 在天上我们不需要征战了 我们在天上的时候 那是已经得胜了 所以他在这个地方的应许地 他的预表应该是指我们蒙昭以后 在地上要过着属天的生活 所以我们还需要去打那美好的仗 要活在应许的天国里 但是还需要在属灵上靠着主去征战 七年过去了 耶稣亚带领以色列人在迦南 南征北战开疆拓土 一共消灭了31个王 迦南境内不再会有大的战士 这个时候耶稣亚已经将近快90岁了 体力也渐渐的衰弱 而神交给他的使命还没有完成 神把西边的滨海之地和北方的大片 魏德之地指给耶稣亚看 然后要他把已经占领的土地 分给以色列的12个支派 然后由这12个支派自己分别去开拓他们的领土 这12个支派当中 立位人作为祭司他不占有领土 他们是散居在12个支派的48座城市里面 他们专门负责祭祀 日常所需的是根据摩西的律法 从百姓的祭品当中去获得的 因为他们专门侍奉神 其他12个支派要一起供养他们 约瑟支派得到雅各临终前双倍的祝福 因此约瑟支派分出两个支派 马拿西分的土地最多 在约旦河的东西都有大片的领土 他的弟弟以法连仅仅靠在哥哥马拿西的南面 犹大支派分的是最靠南的大片土地 摩西45年前派出的12个探子 这个当中只有有大的迦勒和约瑟支派的约苏亚 进了迦南 这个时候迦勒也已经85岁了 但是他依然很有雄心 他找到约苏亚 提起当年摩西许诺给他的话 请求耶和华将曾经许诺的这块土地给他 这个信心是很大的 要知道这块土地上还有巨人族 就是那个亚纳族 他们还住在那里 但是迦勒有信心把他们赶出去 因为神已经应许他了 后来迦勒果然除灭了西伯伦的巨人族 西伯伦从此以后就成为以色列的名城 一直到新约时代也是 西勉当年和弟弟立位屠杀事件的百姓滥杀无辜 导致这个支派的分地 后来完全被犹大包围 后来随着时间的流逝 他们就失散在犹大支派当中 应验了雅各临终前的预言 汴雅敏在各个支派当中分地是最小的 他的分地在正中间被六个哥哥包围 成为最安全的土地 但是多年以后却因为排行老小 经常容易犯非常任性的毛病 差点被十一个哥哥灭族 汴雅敏支派出过两个扫罗 一个是旧约的扫罗王 一个是新约的扫罗 就是后来耶稣给他改名叫做保罗 他写了三分之一的圣经 写了三分之一的新约圣经 最后轮到约书亚 约书亚是属于约瑟支派的 分到了以法连境内的一座山城 约书亚就修建这座城 并且住在其中 于是12个支派全部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 初步完成了神几百年前 对亚伯拉罕的应许 但是他们还没有完全得到神应许的所有僵土 即使在他们分得的土地当中 他们还闪居着神要他们完全消灭的迦南七族的人 这一次的分地行动 他们是通过抽签的方式来分配的 他们全国一起玩彩票 但事实上整本旧约圣经 我们都能看到他们用抽签的方式来做决定 祭司就是专门干这个的 他胸前揣着乌铃和土铭 是一黑一白的两颗石子 为什么抽签的方式在旧约那么准确呢 那答案其实很简单 因为他们相信上帝掌控一切 这个就好比我们丢一个铜板 上帝可以抓住这个铜板 决定要翻面翻几次 来显明他的旨意 用抽签的方式 你这样人就不能操纵结果 抽签不是问题 问题是在于他们抽签的时候 他们相信是由上帝来决定结果的 而且呢 这种方式是上帝启示摩西 他们怎么做的 目的是要什么 目的是要消除人为的控制 所以他们用抽签来分土地 也用抽签的方式找出了雅干 我们也看到他们用抽签的方式 印证了扫罗王 我们后来看到在开往他师的一艘船上的水手 他们用抽签的方式找出了约纳 这种事情在旧约圣经里面一再出现 上帝掌控抽签的结果 但是当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 上帝就不再用这个方式来参与决定 上帝退群了 所以这个抽签群你再混下去就没意思了 我们再抽签那就和上帝没啥关系了 你丢铜板你就白丢了 反而还给魔鬼留下了一个口子 用这种方式来欺骗你 耶稣说了神拆了圣灵来引导我们 但是你偏偏不听 你就是要用抽签的方式 那你就是和上帝在抬杠 圣经记载的最后一次抽签 是使徒们决定谁来取代犹大 在五旬节之前 五旬节之后就是圣灵亲自的带领 新约的圣徒们都是怯怯的祷告 殷勤的做事 圣灵直接介入带领他们做事的方法和方向 所以我们要正确的看待旧约里面 记载的这些抽签的问题 我们不要把它们成为我们的困扰 既然说到神的带领方式 我们就综合的来看一看圣经告诉我们的这几个方式 在先祖时代 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他们 神是亲自向他们显现的 是面对面和他们说话的 在摩西时代依然是这样 在约苏亚时代 神也对他说话 当他们进入应许地之后 神有律法赐给他们 他们就用遵守律法的方式来跟随神 那当然我们后来看到他们全然失败 在新约时代 耶稣升天之后 赐下圣灵 这个就由内住在我们心里的圣灵来带领我们 但是在人的主观思想里面 很难分辨哪些灵是从神来的 哪些不是 所以我们同时还要以圣灵的作品 就是圣经为依据 来判断是不是圣灵的带领 特别是启示录完成之后 启示录里面说这本书不能再增加 也不能再删除 神整全的启示就完成了 所以我们现代基督徒寻求神的方式 就是手里的圣经和心中的圣灵 两者缺一不可 从来不读圣经 但是又很喜欢神神道道的 我们就需要非常的谨慎 约束亚记的最后谈到了三场葬礼 他们一共埋葬了三个人 先是约束亚死了 他们埋葬了约束亚 然后他们还埋葬了约瑟的尸骨 出埃及这四十年来 他们不但带着全部的行李 还扛着约瑟的棺材 一路从旷野到应许地 因为约瑟的遗愿是要安葬在应许地 所以约瑟的棺木在埃及停了四百多年 在旷野还跟着他们转了四十年 现在终于可以进入应许地 他们也埋葬了以利亚萨 以利亚萨是亚伦的儿子 所以约束亚记最后记载了三场葬礼 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接下去的四十记就完全是另一个状况 这一代人是整个以色列历史上最辉煌的一代人 他们一起亲身经历了以色列历史上最多的神迹 他们孩童的时候出埃及 过红海 在西乃山下 看见他们的父母和上帝立约 他们赤玛纳 过约旦河 踏平耶里哥 他们也亲眼看到神对父辈的管教 他们对神有敬畏之心 因此他们也得到神最大的祝福 从奴隶到神的选民 他们身经百战 开拓出以色列国土的大部分 除了因为贪图神的钱财 在爱城吃了一次败仗以外 他们几乎没有背逆过神 特别是约束亚 他是前半生是在埃及为奴 是因为同胞的拖累 而流浪荒漠四十年 后来又接过摩西的重任 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 真的是征战七年 战功赫赫 但是却是最后一个分地的 是以色列当之无愧的领袖 圣经里面记载的几个 几乎没有明显缺点的人 约瑟是一个 约束亚算是一个 还有但以理 约束亚在世的时候 那一代的长老都还在 他们都那个时候呢 以色列的百姓是忠心 侍奉上帝的 但是从下一代开始 情况就恶化了 把信仰传给下一代 那确实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第二代基督徒很难像 第一代信主的父母那样火热 那样忠心的去侍奉上帝 这个问题在每一代基督教会里面 都在上演 好在有神的怜悯和守护 不断的复兴教会 使我们的历史可以向前推进 每一代人都必须自己重新认识神 子女虽然听过上帝 在父母和祖父母身上的作为 但是他们必须自己亲自经历神 约书亚之后的这一代人 他们是被父母领着抱着进入迦南的 他们刚刚成年就随着父母住进了豪宅 享用迦南丰绕的物产 他们羡慕迦南当地人 显熟的这种演练技术 炼铁技术 耕种技术 他们就故意违背摩西和约书亚的祖父 他们舍不得驱逐那些残余的迦南人 他们把他们收鞭来做苦工 做自家的帮手 看重他们的劳动力 那时间久了 那自然就会有通婚的现象 通婚之后呢 就有以色列的丈夫或者妻子 慢慢的被迦南配偶的文化和宗教崇拜吸引 最后他们下跪在迦南人的神像面前 在尼西米记里面说过 他们进入应许地的豪宅之后 根本就没有遵守神的教导 没有过过祝盆节 一直到贝鲁回归之后 才又开始守这个节啊 那这一停差不多就是900年 从以色列在应许地里面分地的记载 我们就能够知道约书亚记的圣经地位 如果没有这一卷书 我们会对后面的记载完全抓虾 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这一本书是后面书卷的地图 是摩西五经和后面所有书件的连接点 这一点和使徒行传特别像啊 如果没有使徒行传 我们就根本不知道后面那些书信在讲什么 旧约的结构就是创世纪告诉我们世界如何开始 摩西五经告诉我们神的启示和原则 历史书告诉我们他们开始启程 接下去的先知书就告诉我们他们到底做的怎么样 新约的结构呢 是四福音告诉我们神的救赎工作已经完成 历史书使徒行传告诉我们他们开始启程 后来的书信告诉我们他们做的怎么样 最后加上启示录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结局 所以旧约和新约它的结构是惊人的相似啊 我们最后带领大家来做一个头脑体操啊 我们来做一个数学题来帮助我们理解今天的经文 我们问一个问题 在自然数中整数和偶数哪一个数列更多 这个问题是不是超级简单 这个是集合论中最基本的问题啊 这个当年是由康托尔研究并且发表出来的 你们现在知道我的生活有多无聊啊 我无聊起来连数学书都看了 大家第一个反应应该是偶数是整数的一半 对吧 那答完题的朋友就可以出去领盒饭了 因为你已经出局了 我肯定不会问这么简单的问题啊 要对比两个数列的多少 我们就需要把这两组数字建立一个 一一映射的对应关系 那你一可以对应二啊 整数一那整数二呢可以对应偶数四 你就把它排下去 你就会发现你可以一直罗列下去 为什么 因为它是无穷的 自然数是无穷的 这就说明他们的数量是数不完的 你既然数不完 你就可以一直数下去 这个数列它就是相等的 你可以一直对应下去啊 大家都数不完对吧 我把这个答案说的通俗一点 那就是这个意思啊 你可以去Google一下详细的数学说法 但是我们不是上数学课啊 所以我就讲的简单通俗一点 这个就是无穷奇数的计算当中 非常违反我们直觉的一个最好的例子 两个有限数量的集合 它们之间如果要比较 那是很简单的啊 你两个集合的数列比较一下 你就很明确哪个多哪个少 但是这是两个无限集合 那无限集合的比较就非常不一样 定义一个无限集合 比另外一个无限集合要多 你需要比较它的基数 但是一旦我们建立这种一一对应的基数 我们就知道这个基数是一样的 虽然直觉上我们会反应啊 就会觉得偶数应该比整数少 但是事实上两者都和整数集 有同样的基数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称这两个无穷集是一样大的 所以事实上一个无穷的集合 很可能和自己的一部分 这个集合是一样多 无限多的局部就非常有可能等于整体 这个概念很违反我们的常识啊 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今天的经文 为什么雅干犯罪 全以色列跟着倒霉 大魏王犯罪 老百姓要死七万人 因为在神 神是无限的对不对 所以在神的视角当中 从无限看有限的时候 在无限的集合里 局部等于全部 而且他们还给这个无限集合的这个事 取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名字啊 叫做阿列夫林 阿列夫 这个就是希伯来语的第一个字母啊 就是耶稣当年说 我是起初的 我是末了的 那个起初的 我是阿尔法 我是奥美加 那个阿尔法 这些数学家用这个词来定义这个集合 这背后有很深的神学含义 我们要是没有圣经背景 连数学都只能学个皮毛啊 数学概念背后的神学根基是我们不能理解的 话说当年康托尔的成果给他的压力是不小的 因为当时的人都不理解他的理论 都说他患有精神分裂症啊 这些问题和一般人的直觉有矛盾 这是很自然的 因为它涉及到无穷大 一旦涉及无穷的概念 我们的直觉就会出问题 我们一般人所理解的集合论 实际上它本身就充满着各种各样的悖论 包括那个很著名的理发师悖论 一般人遇到的悖论 基本上都是出现在集合论领域 可见无穷大它就是一个坑 任何定义一旦要涉及到无穷的概念 它就会产生悖论 那既然说到无穷大 我们再来一个反常识的概念 三个无穷大相加等于多少 读过小学一年级的肯定会回答 三个无穷大 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 你再想一想 根据我们今天学到的阿列夫灵 这个集合概念 那答案应该是一个无穷大 借着这个概念 我们就能理解三位一体 对不对 三个无限的神加起来有几个神 是三位吗 这是我们人的理解 因为我们在空间中 我们有分割 我们有边界 这个都是在物质世界中的概念 但是在永恒中没有空间 他们是合一的 可见我们古代的那些教父们 他们的数学显然比我们今天的人要好太多 这样就能理解为什么神拣选希腊和罗马 成为他最初的道场 因为那里有他早早的预备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无穷大不足以描述神 因为他超越物质 超越时空 他不在我们有限的空间里 无穷大是人间的概念 但是就连这些有限时空里的数学概念 都有我们无法理解的奥秘 都有我们无法描述的领域 我们对神的奥秘怎么办呢 只能在神的奥秘面前肃然其境 承认自己的渺小和无知 因为我们的知识是有限的 但是我们的无知却是无限的 承认这一点不难吧 但是事实上很难 人是越无知越自信 难怪很多人说数学是具有神性的语言 是神建立秩序的基础语言 出数学家和法学家最多的群体 是改革中长老会 最硬核的加尔文主义者 也是出美国总统最多的中派 圣经的亮光 照亮人类知识的全部领域 科学的每一步都是从圣经而来的 近两百年来的自由主义迷雾 迷惑了我们的眼睛 是我们看不到这一点 而我们明白这可怜的一点点科学 都是因为神爱我们 不管世人怎么说 我们作为被神启示 看到神国一点点小奥秘的基督徒 我们要向我们无限的神 献上我们最真诚的赞美 我们用约束亚的一句话 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课程 至于我和我家 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这是两千年来历代圣徒的选择 也是我们的侍奉宣言 因为只有祂的名 是值得参颂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